我们订套餐最大特色就Q 就原汁一点 然后很Q 有下去会爆汁 我叫于斌 我是先有套餐制作记忆第五代传承人 从08年开始跟着父亲学习套餐制作记忆 套餐在先有民间已有三百年历史 明代父母上书政绩 年少贫困 连技术的技品都没有 邻居送来小餐 政绩巧妙地将小餐层层相套 环环相扣 制作成圈杖 成为一道民间美食 早餐要早就杀出来 然后直接选我们新鲜的 这些有三条脸吗 好看 外面这些先洗一遍 然后这个要反复洗 反复冲才能干净 不会做 不会做 那感觉当时刚回来说年轻 感觉那个东西就说滑滑的 感觉不好弄 不想做 主要就是说我妈身体不好 然后回来帮忙 穿过来 接到尾巴这边 从尾巴这边拉 拉紧 然后慢慢慢慢地套 左边是拉 右手是推 那如果是用力过门的话 不是扯坏掉 慢慢地推 慢慢地拉 这样子 一分钟下来的话 也不会很快 就两圈左右 两三圈这样子 对到这边 就说 感觉拉不动的时候就可以 卤的时候 要经常地翻转 最主要就是说 时间的控制 那如果是起得太早 又不熟 然后起得太晚 又会太老 比如说按我们经验来讲 比如说大概控制在多少分钟 或者几十分钟之内 把它起锅 那是最好的 我叫李志 主题是先友 然后 我08年出国 到现在已经15年了 一直在位于大洋州的瓦努瓦图 共和国 趁着这次过年 回来跟家里团圆一下 也品尝一下家乡的美食 一种怀念的味道 过年的时候 一般 买家买户 都会做套餐 或者是到我们店里去 买一些套餐回去 或者是招待的话 都会选择套餐 因为套餐的域比较好 然后代表着每年都团圆 然后混合活活 之后 它们有着